今天继续逛新疆的大巴掌 也是这边的急报市场 非常的热闹 我们环顾一周 看也是电动车三轮车 非常多商品 琳琅满目 什么都有 我刚才呢买了一个哈密瓜 然后买了一个桃子 哈密瓜 这边的哈密瓜比较有特色 到处都是卖的非常多 有十块钱五个的 十块钱三个的 五块钱一个的 还有两块钱一斤的 反正各式各样的都有吧 那个桃子有九块钱一公斤的 有八块钱一公斤的 还有六块钱一公斤的 现在呢我们就去逛一逛 再重新体验一下 这边卖性子的非常多 因为这边的这个天气 比咱们那边 跟咱们那边不一样 咱们那边应该是性子都没了 但这边还有呢 并且非常甜 他们的日照时间长 从早上 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十点钟 才天黑嘛十点左右 所以说日照时间长很多水果都比较甜 很多朋友们说 那个这边的蔬菜价格会比较贵 比咱们内地要贵多了 因为很多地方都无法种植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茄子两块钱 两块钱一公斤 这边只要是打出来的 都是按公斤卖的 这个比较特殊 因为咱们那边都是按一斤一斤的 看看这边的物价怎么样 辣椒怎么卖的 9块钱一公斤 这辣椒有5块钱一公斤的 还有9块钱一公斤的 我们的摆摆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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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子6块 8块的 桃子6块 卖海带的 这海带不知道是什么价格 问一下吧 这海带怎么卖的 38一公斤 38一公斤 全海带头 就干的是吧 干的干的 海带头 好帅都这么宽 这个也是海带 大蜜瓜 大蜜瓜 三个10块钱 这三个一个估计有五六斤吧 桃子9块 那玉米是10块钱6个 脆皮烤鸭20块钱一只 这个辣椒是5块钱一公斤 这边的西红柿有3块钱一公斤的 有10块钱4公斤的 这个是酒疼 5块钱200 五香花生12块钱一公斤 6块钱一斤 原味瓜子18 蚕豆18 一公斤 都是一公斤 这边那个大西瓜 三个10块钱 按个 哦 这个瓜 我终于知道了 这也是甜瓜的一种 这就是像那种像南瓜一样的 我以为是南瓜 这种瓜 你看一看就像南瓜 5块 哦 这个我们的9块 大 这个是大的8 5块 那 想再要 这个是怎么卖的老板 五块钱买的 五块钱一个 一公斤 那一个瓜一看上去是比较甜 汁水比较多 它是卖五块钱一公斤 那一个瓜我刚开始以为 它就是南瓜 没想到 它是甜瓜 哈米瓜 哈米瓜 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种 哈米瓜是甜瓜的一种 有几十种 他们博物馆这边看到的 这边也是有卖那种 各种各样的农具的 还有卖那种袜子的 十块钱四双的 十块钱的 非常热闹 人也非常多 那边都是卖那种小百货商品的 我们就不去了 前面还有卖大蒜的 西红柿一公斤三块 一块五一斤 非常便宜 十块啊 因为他们这边 我看很多人也都是外地的 在这边做生意 看看这边 前面是卖什么的 过去看一看 应该是卖肉的 卖熟食的吧 这个市场特别大 这边也是卖菜的 卖菜的面前非常多 猪童重肉 咸鸭蛋 十元六个 带鱼 这两串烤肉的 这怎么卖的 两串四块 两串四块 对 羊娃子 一串四块是吧 对 羊娃子 听不懂 就是羊羔肉吧 看这边非常热闹 卖菜的 什么菜都有吧 价格 也挺实惠的 并且有很多 都没有见过的 秋葵 十块钱一公斤 我转了也很久了 转了也累了 等一下 去其他地方逛逛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